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LED灯横流源 有朋友呢 它的灯是这个电容炸了 炸了以后呢 他又给它换了一个新的 一插电又炸了 它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电路组成 这一段是220幅输入 这就是一个整流桥 前边呢 用铜薄片 做了一个保险 这段输出正极输出正电压 负极输出负电压 加在300伏滤波电容上 从300伏滤波电容的正极 通过两个线流电阻 加到了芯片的三角 给它三角供电 同时四角有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呢 是芯片的电源滤波电容 二角对D有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就是开路保护电阻 它能够设置 当后边LED灯断开的时候 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于多少时 进行保护 也就是开路保护电阻 芯片的五六角 接LED灯珠的这一端 LED灯珠的这一端 接300伏 这个电容就是输出滤波电容 就是这个输出滤波电容 这一端这个是蓄流二极管 这个像变压器一样呢 是电杆 这一端有一个电阻 是接八角的 就是这两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并联的是 电流取样电阻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220伏通过整流桥整流 这一端输出正电压 这一端输出负电压 芯片的一角接地 二角是通过线流电阻接地 这个是开路保护电阻 三角通过线流电阻 给芯片进行供电 四角外接电源滤波电容 五角通过电感接到LED灯珠的这一端 电容的这一端 LED灯珠的正极和电容的正极 还有这个蓄流二极管的负极 接300伏 蓄流二极管的正极 接五六角 五六角是芯片内部功率管的漏极 八角是内部功率管的圆极 外接电流取样电阻 当上电瞬间 220伏通过整流桥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 在两端产生300伏的电压 这个300伏的电压 一路给芯片的三角供电 一路是一角接地 这时芯片开始工作 内部功率管开始导通 300伏通过LED灯珠 通过电感 通过内部功率管的漏极 五六角 然后通过八角 通过电流取样电阻入地 当八角上的电压高于400毫伏时 内部功率管截止 当功率管导通的时候 在电容上 这段充正电压 这段充负电 这时电容上也充了电 当内部功率管截止的时候 电感会产生下正上副的感应电动式 通过这个蓄流二极管 通过电容滤波以后 通过LED灯珠 然后回到这端 给它继续供电 另外刚才电容上也冲得了电压 通过这 然后通过LED灯珠 回到电容的副端 给LED灯珠不间断供电 当八角的电压低于一定的值 内部检测电路检测到以后 内部功率管再次导通 如此往复循环 就形成了一个横流源 决定整机电流大小的元件 就是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我们看这个输出滤波电容 它的耐压值是250伏 是一个22微法的电容 它为什么换新以后上电就会炸呢 很显然是因为它的耐压值不够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位置的电压是300伏 当芯片击穿的时候 也就是五六角跟八角击穿以后 那么这两端的电压很显然是300多伏 所以呢它就会炸掉 另外当这个300伏滤波电容容量减小 或者是失效的时候 就会出现灯珠闪烁的现象 这个电容如果损坏 就会出现LED灯珠发暗 或者是不启动的现象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